嗨,我是Toby 今天我想讲一下商业分析的应用 今次想讲的是PVM Analysis Price Volume and Mixed Analysis 比如今个月和下个月 今年和下年 今季和下季的营严格 或者turnover sales 的变化 比如我年龄的增长是因为 因为我加了价 因为我买多了 质量是一样的 但是我买多了贵价的产品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拆解了这三个 我会用一个简单的Excel 去图像化去解释这件事 看看怎么办 做一个很简单的Excel 比如两个period 去年和今年 你看它的营业价 销售 转售 转售 或者revenue 什么都好 都是价格的 这个就是价格的 就是价格的 那一个混合是什么呢 那一个混合就是说 你的价格 比如这个价格 整个质量 这个除这个 这个 那就是 33% 这里 譬如很通常的应用就是 你卖很多 product 那我想知道 其实我最后营业外 因为我们的 product 加了价格 因为质量 买多了 还是因为 其实去买不同的 product 而导致到 营业外 有增长或者 减少呢 当然你可以用在 不仅是 product 可以譬如是 不同的模特 买哪个模特 买得好些 或者买得差些 这个变化 这个就是一个 混合 或者你是不同的 brand 不同的 regional market 你看看各个 market 大家的 sales 的比较 你可以这样看 那当然 其实除了是 period 和period之间 比较 你可以当是一个 budget versus actual 的比较 Excel里面有个 waterfall 的chart 那我建立一个 waterfallchart 是这里的 insert 那这个就是 waterfallchart 那你就选这个 基本上很简单 建立一个 现在因为start 和end 大家都是买到600 我金额是600 因为你没有变化 什么都是零 那譬如 现在我第一个 scenario 第一件产品 product A 我加了200元 那原本是100元 变成200元 那很明显 我多了100元 那成一个unit 那就是多了100 那价格 那价格 就是多了100 那价格 那价格 就是多了200元 300元变500元 那现在 整体就是多了300元 对吧 那我营业额 就去到600元 去到900元 所以你就见到 price impact 但是我现在 每次是卖2件 去年是每次买1件 那很明显 double了整个营业架 对不对 那就是600 就变成200元 volume的impact 那Mix是什麽呢? Product A我賣不到零件 但Product C我賣了兩件 那Mix的影響是多了200元 Total就是600加200 即是800元 那為什麽呢? 因為Product C是300元 Product A是100元 那我賣不到100元那件 但我賣多了一件300元 那差價就多了200 那反過來,這個Mix可否有負數呢? 這個Mix當然可以 如果我Product C是賣零件的 Product A買了兩件的 假設是這樣的,這樣轉移 那我賣貴的賣少了 賣便宜的賣多了 那便下了200元 剛才回歸回剛才的Quantity 剛才Quantity我不是說 這裏全部Double 那全部Double,很明顯 這個整個銷售都Double 但是如果假設我這個 不是全部Double 只是Product A買多了一件 那咦? 那個Quantity就是175 那個Mix又多了出來 為什麽會這樣呢? 其實呢 你如果只要這樣看 Quantity其實是多了 3到4 是不是? 那175 其實減回75 才是100元 我多了一件就100元 其實正常是這樣想的 所以其實呢 你可以這樣看 這個Volume的效果 其實就有兩部份 再拆解做Mix 如果只看Volume 就這塊加這塊 那就是100元 我沒有Volume增加 但是如果你要看真些的 原來Mix雙股的變化 因為為什麽? 因為我每件平均買 33.3% 每件 那你第一件突然間多了 由33.3%變了50% 因為你Total賣4件 現在有兩件 那就是50% 那它的Mix的組合 就多了 那多了多少? 計算出來呢 就是75 對,這裏多了 但是這個價錢是低了 而你其他一些 貴價的東西 相對地 就會賣少了 賣3分1 賣4分1 賣少了 所以Mix就是一個負數 負75元 但是Total的影響 如果在Volume看 就是100元 這個就是這樣拆解 那剛才 變回剛才的數 譬如如果我這個是1 這個是0 這樣 Total的Volume 是沒有變 所以TotalVolume 影響都是0 但是Mix就純粹轉變了 所以這個任何的變化 它都可以拆解 PriceVolume 和Mix 那你當是Budget Versus Actual 都可以的 就是Accounting 很喜歡看Budget 那補充一下 如果現在的情況 是100元 200元 300元 那如果我在最貴的 產品裏面 我出去減價 150元 減了一半 但是 因為減了一半 價錢 那它刺激了它的銷售 變成雙倍 當你這樣 那你見到 頭尾都是保持600元 的營業額 那這個就是 反映到 價錢 價錢 就是等於1 就是 這麼巧 價錢和價錢 就是反比關係 完全沒有影響抵消了 你跌過價錢 和你的銷售 的量 是抵消了 那譬如 如果 我跌了一半價錢 但是如果這個銷售 刺激得多於預期的 譬如是3 那 那銷售價 整個銷售價 就多了 那這個就反映 這個是 價錢 是大於1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我 價錢就跌了 但是仍然保持 價錢 保持1 那是不是 是一些必需品 是一些必需品 雜美油鹽 那樣 你無論價錢 變多少 它都是 consume 這麼多 你也看到這個 那樣的現象 那我解釋一下 首先 首先 sales 一定是 pricing quantity 那 mix 是什麼呢 mix 都說是 product out of total 那麼多 product 它的比例 百分比 就out 除回到total 那這裏33% 那好吧 要刷去四個階段 有 step 1 step 2 step 3 拿去 total price 成 quantity 但是我 quantity 我就 再刷整個mix 再整個total 而每一步 你看到 譬如這個 去這步之間 pricing 是定了的 quantity 都是定了的 total quantity 是定了的 但是mix 就成不同的東西 改變了 那是怎樣 譬如說 一開始 start start的時候 initial sales 一定是100 200 300 那我 等於 其實就是等於 pricing 成了 total quantity 再整個mix individual 的mix 那這個individual mix 整個total quantity 就是它的 product 自己的quantity 所以一定等於 initial 開始 的 第二步 就是 改變少許 pricing 一樣是拿回第一期的pricing 總數 唯獨就是 Q1的mix 有Q2的mix 那你看看這個 那你看看這個 那你見到 price 我仍然拿回第一期的price total 我仍然拿回第一期的total that mix了第二期的mix ok 成了出來 就是這樣的數 對形成出來 好了 那第三個了 那這裡到這裡的轉變 你見到 Q2一樣的mix Q1的total一樣 但是price就變了 那這裡 它的difference 就是price的變化 ok 那是怎樣 看真點 看一條公式 p2price 就是 這個price 不是拿這個price p2那邊 成Q1的total 就是這個 3 那就是 成了Q2的mix 就是這個 如此類推 成出來 第三個 step就是 現在就保持price Q2的mix 都保留 但是就是Q1的total 變成Q2的total 所以這個difference就是 total的volume 由3變成4 這個volume的difference 每個step就是 改一個item 那這個看看是怎樣 這個就是p2price 就是這個price 成 ok 成什麼 成q2的quantity 成q2的quantity 就是 剛才我這樣說 這個和這個difference 這個price 整個quantity 就是mix不同 所以這個difference 就是mix 這個difference 就是price 這兩個column的difference 就是volume 那 其實下面 我就做同一樣東西 就是 把difference 減了去 75 減了8 如此類推 這邊 這個column 減了這個column 就得到price 的difference price impact 到第三個column 就是這個column 減了這個column 就得到那個volume 的difference 那 start 就是一頭一尾 拿回price 成q2 那個n 也是拿回price 這個就是用來的 測數 去過mix的impact 再加了price impact 再加了volume impact 就應該要等於那個n 那個數 這個就是一個測心 就是一個測心 幾顆數加起來 就應該等於最後自己 我獨立在 就像period2的total 整個column 一定要一樣 至於這個waterfall 其實更簡單 就是拿了這幾個column 然後在這裡 放出來 這個column 出來 但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點 其實是一個pillar 頭和尾 我把double key進去 就是這個 double key進去就是這個 就是set as total 它就會變成 然後再改變顏色 那 它 你中間的部分 就是increase decrease 就是waterfall 就是 好像現在這個case 那 這個volume impact 是跌了的 是升了的 是150的 那 那 一開始那個mix 也是升的 因為你買多了貴價 300元的東西 買多了一件 但是price 是跌了的 price 但是total quantity 是多了 多了一件 所以 你這裡600 升了這麼多 跌了這麼多 又再加這麼多 最後打和 這個case 就是打和 Excel就是這樣 至於你說這裡是不是的 這個difference 這個減這個 這個減這個 減這個 是不是加出來就是一樣的 Excel 告訴你已經是 但是你要證明的 都很簡單 那formula 去證明 我就 插回剛才那四個東西 這四個東西 它的difference 譬如下底 q2mix-q1mix 這兩個price 和quantity一樣 那就是q2-q1 剩下 total q1 quantity一樣 剩下 p1的price 如此類推 p2price-p1price 下底就是這樣 就是price difference 最下面這個減這個 你就會看到 這個price一樣 那個mix一樣 剩下 quantity不同 所以就是quantity2-quantity1 這三個東西 你就是打散去 拆開去 然後就是q2乘q1乘p1 打散去 這兩個都約到 這兩個都約了 剩下一頭一尾 一頭一尾 一頭一尾是什麼 一頭一尾就是 其實就是 第二期的total sales 減第一期的total sales 所以證明到其實 這三個東西的difference 那個impact就是他們的相差 其實做一個結論 就是這個analyser最主要的就是 將手上很多的product 去拆解回 那個driving factor 究竟是因為pice升高 因為quantity多了 或是因為mix改變了去賣不同的東西 而影響到你最後的銷售 將它拆開這三個patter 從而再看看下一次的預算 是actual怎麼走 或者下一期的銷售怎麼去付 好了說完了 拜拜 拜拜